警方接獲了一個團體通知 分別在5月30日進行一個 在港島區舉行的公眾集會和公眾遊行 也都在6月4日進行在維多利亞公園裡面 一個公眾集會 警方經過風險評估之後 其實是認為這個公眾集會和公眾遊行 是屬於人多聚集的公民活動 警方是有理由相信舉行有關的活動 不單止會增加活動參與者 和市民感染我們2019年冠狀病毒的風險 同時也都會為市民大眾的生命健康 是構成重大威脅 所以考慮到公共安全和影響他人的權利的因素 是作出了這次的決定的 另外根據香港法例第599章G 也都大家知道我們簡稱為限聚令 也都在活動舉辦期間 除非那個團體獲得豁免 豁免或者是准許 否則是不可以在任何公眾地方 進行多於4人的群組聚集的 因此警方認為有需要在維護公共秩序 公共安全和保護他人權利和自由的原則之下 根據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 裡面於是作出禁止上述的公眾集會 以及反對上述的公眾遊行的 而公眾集會和遊行 上訴委員會今天就有關的決定 進行了上訴的聆訊 而上訴委員會在考慮主辦單位和警方的陳述之後 最終也都維持我們警方禁止集會和反對遊行的決定 警方是非常歡迎有關的裁決 並且我在此希望呼籲市民 不要參與任何未經批准的集結 或者任何是受禁的集會群組聚集 也都不要作出任何公告 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去宣傳 這些已經被禁止的公眾集會 或者已經反對了的公眾遊行活動 就這一方面任何違法的行為 警方都絕對不會容忍 遇到的這個情況也都會果斷執法的